很多人可能忘不了三年前的今天 莫拉克台风造成了巴巴风灾 就在三周年之际 马总统表扬在重建过程中 全力投入救灾的民间团体 而当年的受灾户提起巴巴风灾 仍旧一阵鼻酸 2009年的8月7号晚上 莫拉克台风从华莲登陆 创下台湾5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更带走了近700条无辜的生命 三年了为了表扬这些协助政府灾后 重建的民间团体 总统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特地出席 表示感谢 就在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速度不够快 遭致了许多的批评 但是随后的这个重建的工作呢 许多企业宗教慈善团体的协助 这件事情不可能由政府独立完成了 总统也提到就是因为 有了莫拉克的教训 现在才有这么完善的撤离计划 尤其是这次苏拉台风的撤离人数 更是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而当时的受灾户回想起 当初自己的部落遭受莫拉克的肆虐 仍然余悸犹存 家没有庙了 地也没有了 也不是这样 而是真的是会怀念 爸爸在以前的家 有一种舍不得的感想 牵紧了彼此的手 灾民一起走过了莫拉克风灾 只是重建毕竟是一条漫长的路 大家还是要一起继续守护家园 UDN TV引得欲舟欲柔台北报道